那現在我們看矩形導播館 Rectangular Wave Guides 矩形的就是它這個橫接面 是個長方形 也可以是正方形 它們就稱為矩形就對了 那我們是把這個四片導體 當作是理想導體 那我們這個坐標啊 是這麼曲 比較寬的這一面 A 換位A 是X X軸 這一面是Y軸 這個高度是H 然後波是往Z方向傳播 它裡頭的參數啊 Y、μ等等 我們現在看TN波 TN波就是HZ等於0 因為它是只有橫向的 重向的呢 不等於0 那麼我們假設 這個波的向量型態是這個樣子 分成橫接面有關的 還有這個重向有關的 那我們要解這個HZ 主要是解這個EZ 那我們就用這個偏微分方式 這個我們已經講了很多次 應該都記住了 因為現在是 這個橫接面 這個X跟Y 這兩個都有邊界 都有邊界 現在就變成兩項這個 partial square over partial x square 加上partial square over partial y square 這麼多 要解這個式子啊 我們知道 它是有X有Y在裡面 這個要解的話呢 不見得能解得出來了 除非是這種狀態 就是說 它這個函數 是等於兩個函數的成績 兩個函數分別 其中一個是X 僅跟X有關 另外一個僅僅跟Y座標有關 這叫分離變數法 只有這個你才能解 其他的方法 你說我可不可以其他的 其他的 你隨便你假設啊 那解不出來啊 我們只能用這個解 好 既然把這個 帶到這個裡頭去 它就變成這個東西 因為這個 對它微分兩次 這對X微分呢 X微分呢 它就有一個 Y XY在這個前面啊 這個就有一個X在這個前面 然後再用這個 全部用這個儲一儲的話 就得這個心 這個微分方成一個特色就是 這一項僅僅跟X座標有關 這一項僅僅跟Y座標有關 好 那 又加這個H平方 這是一個常數 那等於0 那麼我們說 這個X跟Y是任意值啊 隨便一個什麼X 隨便一個什麼Y 帶進來 都要等於0 那我們說 那這個X 大X跟大Y啊 很難求出來啊 很難求出來啊 你不容易說 我 我這個X變成什麼值 一個值 跟Y某一個值配合 加H平方等於0 那既然Y不動的話 比如說我X變一下又等於0 那這個幾乎 不太可能 那麼它有一種可能就是說 這三項分別要等於常數 三項分別都等於常數的話 那麼它加起來啊 它有可能等於0 那現在我們就 就另 第一項等於-KX平方 第二項這個等於-KY平方 那這兩個都是常數啊 那這個 我們把這個帶到前面這個式子裡面去 它就變成-KX平方 加-KX平方 加-KY平方 加-KY平方 加-H平方等於0 那麼它就是這個 KX平方 加-KY平方 等於H平方 那現在我們就把這個值啊 這個微分方程 重寫成這個形態 這個微分方程 重寫成這個形態 我們來解 解這兩個微分方程 先後解來 比如說我們解A4 這個是 Second Order Linear Differential Equation 它的Solution 我們可以假設這個啊 假設這個以後 我們說它必須要滿足邊界條件 這個邊界條件呢 就是說 在導體板 左右板 X等於0 跟X等於A處 這個導體表面啊 電廠的切線分量等於0 那現在我們解除的是EZ啊 EZ對這個 對這個左右兩個平板來說 就是X等於0 X等於A 這兩塊 導體板來說呢 都是切線方向啊 所以 它就等於0了 這個 0 這個A 這個都是0 0 這個都是0的話呢 那麼 我們知道 因為它跟Z無關啊 所以 這個就等於0 對不對 這個A也等於0 那麼這個是等於 我們剛剛講 EZ是等於什麼 XA XX 大Y乘上1 大Y括弧小Y 那跟 因為這個 Y可以隨便變啊 Y可以隨便變 你要等於0的話 那就是這個 這個 導體 我們看這個 Y就是這個 這個字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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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這個 就是 X呢 就是這兩個版面 這兩個版面 這兩個版面 等於0 這個等於0的話 不管你的Y在哪裡 都是0 所以它現在就變成 也就是說 這個要等於0 X等於0 X0等於0 XA等於0 它把這個帶入這個 我們剛剛解釋 剛剛是用這個解喔 好 X0 等於0 那就是 BX要等於0 X等於 BX等於0 就是這項沒有了 只剩下這一項喔 好 A等於B的時候 又要等於0 那就是 A不可以再等於0 A等於0什麼都沒有了 那就是 KA等於 Mπ M是一個 整數 那 KA KX呢 就等於這個值 於是 我們把這個 帶回這個 現在這個已經沒有了 AX Sine Mπ Over A 這個 OK 好 再解B式 B式跟這個一樣 B式跟這個完全一模一樣 解出來它就是 這個式 對 好 這兩個都有了 我們把這個跟這個 帶到這個裡頭來 於是 於是我們就得到 E Z Z 0 XY 就是 橫接面上面這個項量 是等於這個值 這個稍微 給它記一下 因為你要解這個 雖然很容易解 你還是要花很多時間 你還是要花很多時間 那我們就 就 就記得 現在是什麼Mode呢 H Mode 就是 T M Mode DM Mode 它就 E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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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話 這個 這個就指 在導體表面 X 等於 0 跟 X等於 A 這兩個導體 這一定要等於0 這一定要等於0 因為 到底表面 切線分量等於0 Y呢 就是 上底跟下底 Y等於0 跟Y等於B也要等於0 切線 切線等於0 所以 這裡一定是Sine OK 這裡一定是Sine 這兩個 Sine 這個就是 E0就是它的 Amplitude 那 10就是我們前面解出來的 AX乘AY 那 我要記得這個 H Square等於這個 那我們現在呢 就把 E0 0 帶到 10 帶去 16 到 10 帶去 19 因為 HZ是0 所以它只剩下 EZ這一項 你把它帶進去 為分 你記得這個 H 是等於這個 東西 好 那麼 我們就有這個值 OK 這個我們就 不去倒倒了 好 這個是 我們現在六個分量都知道了 這個分量 HZ等於0 這四個 都知道了 好 它的γ值要知道 因為我們要知道它的 節值頻率等於什麼東西 γ這個時候 它僅僅是傳播常數 只是這一項 而γ又等於根號 H平方-K平方 因此 它就等於這個 這個 這個東西 這要記一記 要記一記 那它等於這個 就相當於β等於根號的這個 這個東西 OK 好 那麼我們現在看 它m跟n都可以從1 都是代表整數 一二三四五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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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是一二三四五六 n也可以是一二三四五六 那m可以等於1 n也可以等於1 就是m可以等於n 好 好 這個 現在我們去看 我們以後就有個下標 有tm mode mn mn 那注意 那注意這個 它第一個下標 第一個下標 就是 就是表示 磁場 與 電場跟磁場 在坡島 街面比較長的這一邊 就是x方向 我們現在這是x方向 別的書上就不知道了 它的半坡場的變化數 它有幾個半坡場 好 那 第二個下標 就是 較短的這一邊 它半坡場的變化數 ok 好 那麼 就說它 第一個下標 就是指x方向 從 從 0到 A 它總共有幾個半坡場 幾個半坡 鑄坡 它是鑄坡 幾個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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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幾個坡環 那麼 y邊呢 這個叫n 就是代表 上下 有幾個坡環 幾個半坡環 幾個坡環 就是 一個坡環就是半坡場 好 那麼 這個是它的截止頻率 截止頻率就是當 γ等於0的時候 這個等於0 這個就是 Omega C 所以 Omega C 跟FC的關係 帶進去 就變成這樣 好 截止頻率 那這個是它的截止波長 截止波長 那頻率 呈波長 要等於 像素 好 好 那麼現在 這個要記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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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這個就 μ ε 開根號 這就是像素 就是像素 OK 好 好 矩形波長的 T M M 跟N 任何一個都不可以等於0 任何一個都不可以等於0 因為 它是什麼 A 它是10 sine 然後 mpi over a 乘上 x 然後 npi b 乘上y 你m等於0 好 整個都沒有了 因為它是sine 乘3 一個sine等於0 那其他也沒有了 n等於0也沒有了 也就是說 如果m等於0 或者是 n等於0 任何一個等於0 這個就是0 那這個就是0 h也沒有了 1也沒有了 其他也沒有了 那這個 所以 這個不可以 不可以是這個 0 也不可以是0 任何一個都不得0 所以 tm的不可以是00 也不可以是110 也不可以是01 OK 什麼20 002 什麼都不可以 所以 那是11 22 等等 那麼 11就是最低模式 最低模式呢 我們就稱它叫做 最低模式 就是它的主要模式 它們 它的向常數 和 z tm的形態 仍然是等於這個 以前我們講的一般的形態 它還是這個形態 還是這個形態 所以 像這種形態 我們稍微 給它 記一下 用一種聯想的 想一套辦法 用聯想的 就可以把它 寫出來 好 現在我們來看 看一個例題 現在寫出 編長是A跟B的矩形波檔 T11 mode 瞬間表示是 好 好 這個瞬間 表示是 好 這個瞬間 表示是 它是real 它的接面器部分 成是它的縱向 或者傳播方向的部分 成是x-point ponential j omega t 這個一定要記住 哈 它是等於這個 你不要單單寫這個 好 其中呢 m 等於n等1 好 我們就可以把這個寫成real 這兩項合併呢 就變成這個東西 就剩下這個 這個是 切面積的 還是m等於n等1 那你現在就把 把x ex xy m等於1 n等於1 代進來 就是這個式子 你看 這個m等於1 n也等於1 OK 我們把這個 你看這個都是 這個都是時數 這裡有個虛數 因此它是取什麼 取sin 取sin 就是j跟j 乘起來 乎1 再乘乎1 就變成正1 好 那 Ey呢 因為我們前面六個 六個分量 我們都知道了 Ey就是還是照這個樣子的 照這個樣子的 這個已經代進去了 m等於1 n等於1 因為它也有一個j 所以它是這個形態的 ez也是一樣 代進去 因為前面都是時數 所以這就是cos 這個呢 有個j 所以它這裡是sine ok 這個 因為它也有個j 所以最後也是sine 這個是0 這個我就不仔細看了 我不仔細去講了 各位 把那個字代進去呢 就知道了 beta 是等於這個字 式子裡頭的beta 就是等於這個字 好 現在我們要看電力線 電力線 電力線 我們看這個 電廠 電廠 電廠有幾個分量呢 EX EY EZ 都有 EXEY EZ都有 那現在有XY 跟YZ面 那我們首先就看這個 XY面 XY面 那這個就用EY 這個用EX帶進去了 EX帶進去 那這個 到這裡以後呢 我們就把這個 T 當作是某一個 特別的時間 我這裡有 忘記寫出來 Z也等於某一個長數 就是在某一個Z的這個 這個 這個界面上面 Omega T 減βZ 等於1 這個面上面 就是固定的Z 等於某一個值的面上面 那這個值呢 就變成這個樣子 就是說我們另 這個等於1 就是 某一個時間 特定時間 某一個特定的界面上面 你界面當然要某一個特定 那不同界面上的電力線 不一樣 它就變成這個 這個是什麼 它的斜率 就是XY面的斜率 我們可以從這個地方看 它的X X面 從X等於0到X等於A 0到0當中有一個最大值 Cotension呢 正好是反過來 在0的地方 跟在B的地方是最大值 2分之派的地方是0 好 這個是電力線 在這個XY平面 好 那麼我們再看看這個 好 我們看H長 我們還是另這個 這個1 在某一個時刻 某一個定 一定的界面上面 變成這個樣子 這個變成Cosine Cotangent 這個變成Tangent 好 由這個我們也知道 這是 這是在什麼呢 也是XY平面 XY平面的H長 就是照我們 你看X等於A的時候 是0 X等於0的時候也是0 所以2分之A的時候 是最大值 這是 這個 矩形 波倒 矩形 波倒 我們可以看到 XY面 就是這個面 XY面呢 電力線的斜率 因為它這兩個都 都有兩個分量 電力線的斜率 X等於0 X等於0跟X等於A 它的斜率 你看 斜率都是0 電力線是這個實線化的 X等於0 X等於A 它的斜率 你看 斜率都是0 然後 X等於2分之π的時候 斜率是最大 這個地方斜率 你看 最大 然後這個地方 Y Y等於0跟Y等於B Y等於0 Y等於B 這個地方呢 斜率是最大 你看 0跟Y等於B 這個地方的斜率 這個地方的斜率 無窮大 Y等於2分之π的地方 就是2分之π的地方 就是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斜率是0 對 磁力線也是一樣 磁力線是這個 磁力線的話 X等於0跟X等於A 這個值是無窮大 就是0跟A 它是無窮大 好 那麼在2分之π的時候是0 X等於2分之A的時候 2分之A的時候 就是這個地方的斜率 是0 好 那麼看Y Y等於B跟Y等於0的時候 磁力線的斜率 是 斜率是0 那 Y等於2分之B的時候 斜率是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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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這個 這個地方 這斜率是最大 無窮大 好 上面我們可以看到 電廠的電力 這XY面 這個式子就表示說 我們前面看這個跟這個 乘起來等於-1 那這就表示 電廠跟磁場 處處都是垂直 這個畫得不好 這個並沒有垂直 這應該是處處都是垂直 OK 處處都是垂直 好 同理我們現在看YZ面上面的 也是一樣 YZ面上面的 這個 那我們現在還是一樣 我們取這個面 現在取的面是什麼面呢 X的2分之1 這個等於 這個等於1 OK 這個是1 這個答案就是0了 這個是1 這個是1 那這個就變成cortangent 好 就是說我們現在取的面 是X等於2分之A 這個面 就是在這個 0跟A的當中 好 取這個界面 來看這個YZ 這是YZ面 OK 你只要取一個面 對不對 是這個值 好 那現在我們看特定時刻 比如說T等於0 我們取T等於0 好 上個式子 這個式子就變成這樣 這樣子 我們現在可以 從這裡來取 好 那麼 這個就是 它的 它的斜率 這是cortangent 這個是tangent HX只有這個分量 X分量 YZ面 我們要取一個界面 就是x等於2分之A這個界面 取的這個界面 上面的equation呢 我們這裡沒有修出來 我們只把它的斜率弄出來 好 電力線 像實線式電力線 Y over B 等於0 跟Y over B等於1的地方 斜率是無窮大 斜率是無窮大 這個地方 這個斜率都是無窮大 OK 好 那麼Y over B等於2分之1的地方 2分之1的地方 就是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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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斜率都是0 好 H長 磁力線 磁力線 對Y來說呢 Y over B等於0 跟Y over B等於1 都是最大 這個地方 跟這個地方 都是最大 因為這裡還有一半 最大 好 那麼 這2分之1的地方呢 2分之1的地方 就是最小 最小 然後Z就是看這一邊了 Z等於0的地方 強度等於0 你看 它是 這邊是這樣子過去的 0 最大 0 對不對 0最大0 它等於2分之1的地方最大 它等於拍的時候又最小 這個是 曲型波道 Tm11 Mode 現在我們看長方形中的T1波 T1波 T1波就是1 Z等於0 HZ不等於0 所以我們現在假設HZ是等於這個 於是帶到這個微分方程裡頭來 還是一樣 我們用分離變數法 可以把它變成這兩個方程數 這個都跟前面這個 形態做一模一樣了 一模一樣 不過我們這裡呢 比如說這個解釋這個 現在我們要多求一個導函數 為什麼要求導函數呢 因為我們現在看的是 HZ HZ HZ在X方向跟Y方 X方向的這個 導體平面 跟Y方向的導體平面 都是切線 都是切線 OK HZ在導體平面是切線方向有最大值 那就是這個 它的函數 對X的第一次導函數 要是最大值 這個跟 第一次導函數 也要是最大值 那也就是說 它有這個 這個十字 這就跟我們剛剛那個講的是 一模一樣 OK 所以我們要 要什麼 要求出這個 要求出這個 所以 這個 我已經跟你們提過 在導體表面 你要記得 電場是最大 電場的 電場只有垂直分量 切線方向分量等於0 那麼磁場呢 在導體表面 僅有切線方向 它的法線方向 分量等於0 一定要記住這個 那麼我們後面用的很多 這個東西 一樣對不對 對不對 好 那麼現在我們將這個 這個是 這個是帶到這個裡面來 這個帶進來是這個 這個帶進來 就變成這個 因為 這個是0 只有這個東西 結果Ka帶進來呢 這就是0 好 於是我們可以解得 Ax0 還有 從這裡頭 我們可以得 K X 那等於 MPi over A M等於123456 所以 這個 Solution 就只剩下這一項 就只剩下這一項 因為這個是0 Ka 是0 就剩下這一項 B X還不知道 好 那麼第二個式子 帶到這個式子裡頭 第二個就是X這個式子裡頭 也是一樣 這個寫錯了 它是Y 就是Partial Y 把它改一下 變成這個 然後呢 你分別把這個 0跟A 帶進來 就得這個東西 Ky等於這個 於是 我們就說 整個H0 Hz0 是等於這個值 要記一記 剛剛Ez0 是什麼 是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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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1 2 1 2 2 γ還是這個東西 不過這裡要告訴我們的是 T1波裡面 m或者0 可以有一個為0 m跟n可以有一個為0 不得二者為0 就是說你這個m等於0 m等於0呢 這是1 這個不是0 這個不是0 這項是1 還是有值在 如果兩個都是0的話呢 那就變成一個h0了 那就不是一個 就是一個常數值而已 對不對 那以後的微分 不管你對x微分 對y微分 它都是0 所以說 T1波裡面 m n 可以有一個為0 剛剛我們說 那個tm波是怎麼樣 不可以有任何一個是0 對不對 這個可以有一個是0 節子頻率的這些都一模一樣 可以不一樣 那麼t1波 如果 最 最 最低的節子頻率 就是 10 10 10 就是 10 就是這個東西 它的波長呢 就是2a 因為這個是等於 Face velocity 這個導數等於Face velocity 所以波長成這個 那等於Face velocity 就是這個 所以在 A大於B的 矩形波導中 T1波 T1波 T10波 是主要模式 它是最低的 剛剛的tm最低是什麼 tm11 對不對 T110 它是 最低的模式 好 現在我們 看這個例題 寫出編長A跟B的長方性波導 它的電磁長順性表示 然後在這些表面上面 畫出電力線跟磁力線 會出波導B上的表面電流密度 表面電流密度也畫出來 這跟我們剛剛講的一模一樣 你把這個 這個字都有了 帶進來 M等於1 N等於0 N等於0 這個就沒有了 這是0 這一項呢 M等於1 N等於0 這還有 這個有字 1 1 就是π over x 0 就是1 沒有了 取real 因為這裡有個j 在這裡 這個是0 x x x的話呢 我們也是按照剛剛那樣的取法 因為這裡有個j 所以它就變成 變成這個sine 這個地方 因為這個 N等於0 N等於0 就是0 沒有了 這個字有 就是這個 這個 0 等於1 還有 我記得它的β 是等於這個字 所以從 以上的結果 我們知道 波只有三個不為0的 分 的長分量 EY HX HZ 好 現在我們看 XY平面上面 我們取這個等於1 取這個等於1 取這個等於1 那麼它只剩下一個這個 EY是這個 HX是這個 以上兩個長分量 界為X的函數 與Y無關 所以兩個立線分別如 圖12A所是 好 那麼我們看電廠 電廠 它的強度 在X等於A的地方 X over A等於0 跟等於1的地方呢 強度都是最小 就是0 那麼等於1分之1的地方是最大 所以你看這個磁力線的 電力線的安排是這樣子 小 0 到 最大 然後到0 然後這個 H長 XY面的話 我們就只看這個 HX 它不是看YZ 不是看XZ面 現在是XY面 XY面的話 H長呢 X X over A等於0 跟等於1的地方 H長 它這個強度你看不出來了 因為 它是這邊 它跟這個一樣 也是這邊比較弱 當中比較強 不過它呢 它現在是這個樣子的 你看不出來 因為它是跟Y無關 對不對 跟Y無關 所以這個地方就是等間隔 等間隔 它的方向是負號 就是朝這一邊來的 其實它也是這邊弱 這個強 這個變成弱 這個是XY平面 我們看YZ面上面 YZ面上面的話 我們現在就要取 X等於二分之A 這個橫界面 這個重界面 那 取Sine等於1 Cosine等於0 那麼現在只有 這個等於1的話 因為這個等於1 我們取這個等於1 所以這個一定是0 所以EY跟HX 就兩個分量存在 EY本來是這個 那現在這個等於1 這個等於1 那 我們又假定這個時間 是0好了 T等於0是0 所以就是負的這個值 負的這個值 OK 那HZ HZ 是等於這個 因為這個等於0了 所以這個就沒有了 那HX 是這個函數 那1 這個有 這個有 就變成這個值 所以它現在電場有 電場呢 是一個Y方向 H場呢 是X方向 YZ面 YZ面也是只有 EY跟HX EY跟HX 兩個 這個沒有 就只有這兩個 那因此呢 就看強度 這個是看強度 那麼在EY這個電力線 電力線是 那這裡是實線的 實線 Z的地方呢 Z等於0的地方 跟Z等於Pi的地方 都是最小 所以二分之Pi的地方 等於最強 所以這個弱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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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弱� 這個是12B圖 那我們看XZ面 XZ面呢 電長只有一個分量 H長有兩個分量 所以這個是看它的強度 這個就要看它的斜率 一個看斜率才看得出來 看斜率 看這個東西 Z等於0 這個等於0 那麼這個等於π都是0 二分之π是極大值 所以我們看電場 電場就看這個叫強度 在X over A等於0跟1的地方 在0跟1的地方墜落 你看這也是 墜落慢慢慢慢變強 對不對 變強 X 這個等於2分之1的地方 這個地方磁力線 電力線 電力線最強 BetaZ等於2分之π 的地方就是最強 當中的地方 這個地方是最弱 這個最弱 這個最弱 是這樣子的 是這樣子的 好 那麼我們看磁力線的斜率 磁力線是這個斜率 X over A等於0 跟X over A等於1的地方 斜率是0 你看這個斜率都是0 這裡都是0 那麼等於2分之1的地方 這個地方的斜率 斜率 斜率 這條線上面的斜率 都是無窮大 這個等於0的地方 BetaZ等於0的地方 等於0 BetaZ等於2分之π的地方 最大 最大 斜率最大 這個 這個 等於π的地方斜率 又變成0 這是0 這是π 這是2 2分之π 2分之1的地方 OK 這個是 X的一面 好 計算 波導B上的 表面電流 S Js 我們知道Js等於這個 因為 導體 面 這個是算導體面的一個 normal direction cross這個 因為導體裡頭的H蛋等於0 那麼我們按照這個方法來算 這個等於A 在這個 X等於0的面上面呢 A X是X方向 就是 就是我們那個 導體 不是這個X等於0 這個X等於A嗎 對不對 這個面上的 單位下面就是朝這一邊 就是朝X 那麼 cross AZ AZ 也是在0的地方 就變成這個 HZ 所以這兩個 一個正一個負 在Y等於0的表面呢 就是下面這個表面 它的AY是朝上的 AN朝上 就是AY 你把這個 cross以後 這個不要了 這個不要了 這個 這個X不要 OK 這個乘法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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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 這個值 我們把它 乘出來 就變成這個 然後就是這個值 OK 你把它AY Y cross AX 變成AZ 變成AZ A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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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於正AX 我們把這個值 帶到這個裡頭來 那麼YB表面呢 AN正好是-Y 你 這兩個也是 互為正負 互為倒數 所以兩個B上面的 電流密度 就是 就是這個 畫出來就是這個樣子 OK 那麼我們 不仔細看 你們就把那個 式子 在這裡看一看 這個是YZ面 這個是 X 這個是 XZ面 這個是XZ面 OK 它的電流密度 就是這個樣子 好 那現在我們看一個例題 這裡說 專為雷達波段 所設計的標準空氣沖田波導 就是它的 界電指示空氣 有一種型態 WG-16型態 它適合應用於X-Band波段 它適合應用於X-Band波段 它的結構規格呢 是A等於這麼多cm 差不多0.9個inch 它本來都是用inch B是等於40個0.4inch 1.02cm 1.02cm 假如這個波導 我們 想 僅僅在 T10 主要模式 下運作 只要讓它 在這個模式 下運作 對 都是T10模式 不過它是 在T10 模式 接著頻率 25% 跟90% 這個之間運作 它適合的運作頻率範圍是什麼 我漏了 漏了一個字 漏打了 A等於這個 B等於這個 空氣沖田 那我們知道 它的Face Velocity 就等於這個 它的結子頻率是這個東西 MN 一般的 那現在呢 是E0 E0的話 我們就把這個當作E 這個是0 帶進去 所以這個A就 弄出來了 開出來了 那根號 μY分之1 就變成C了 就等於這個 這麼多hertz 這是它的 T10的結子頻率是這個 好 那麼 要找這個 舉行波導 次要模式 我們要找次要模式 這個次要模式 是介於那個範圍啊 T120是等於這個東西 所以它是等於這麼多塊 適合自運作頻率範圍 F 等於 你看它這F是等於 1.25倍 這是截止頻率的 1.25倍 分 那是次要模式 次要模式的 這個 百分之九十 次高模式的 百分之0點 百分之九十五 因為T20是這個 你可以把這個 T T 10 T01 再進去算算看 可能這個比這個01 比它還要小 所以是這個東西 這要算算看 算算看 應該要算算看才對 好 算算看以後 我們絕對是這個 次要自高是模式 所以F是等於這個字 算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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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